偶像多元化时代 无论你偏爱日韩戏长腿欧巴 还是嫩得出水的小鲜肉 或者沉迷八块附近的银汉型男 都能轻松找到可以铁亭的对象 但有些爱豆是没有人不爱的 比如吴向波和汪涵 小鲜最近在我们来了第二季里 又一次给到了这两位大叔的魅力 而且他两个有个的缩点 一点不撞款 吴秀波当年凭借一记之力 把很多妹子硬生生的败成了大叔口 但是在节目里播书居然360度大反转 不仅玩游戏的时候套路多 被女神万真林疯狂打起 后来也是茫茫呆 包含和紫薇两大辽妹王炸 上着听旁人的下的厨房 上一期节目里 他一晚冲油拌面 征服了所有女嘉宾的位 在女书院又用一副字述最短的对联 女书对汉字实力证明了有文化才是真正的炫酷 看过电影《雪花与蜜善》的朋友 一定听说过女书文化 我们来了 第二季的嘉宾们就比较幸运了 她们在永洲亲身体验到了女书的神奇魅力 现场学习女书的读法和学法 就像和千百年前的闺蜜 进行了一场私密交流 像沈儿的无限波和汪涵 可以说是半千少女的梦想了吧 在周五晚上 原创女性深度文化体验真人秀 我们来了 第二季里的一票女嘉宾 将在两位盲叔的带领下 继续体验永洲的文化风情 经历一场把偶像包袱先甩出去 再收回来的神奇旅程 通过之前的节目 网友们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些女神的套路了 不仅玩游戏的时候特别拼命 体验起当地的风土人情 来演示不如清明 捉鸡什么的丝毫没在怕 驾驶专业的狠 不仅抓得了鸡 在波叔和韩哥的带领下 两队队员之间还上演了激烈的捕鱼大战 女神们在泥塘里尽情放飞自我 重新找回了内心的真实和质朴 9月5号正好是波叔的生日 小姐姐们在微博上送注 福的同时 叶顺特别以发了各种波叔的丑照 喂 你们不要面子就算了 干嘛拉波叔下水呢 不过话说回来 作为我们来了第二季里上天下海 无所不能的神奇女侠 偶像包袱这个东西 小姐姐们竟然可以说甩就甩 当然也能享受就收咯 为了庆祝勾然 摇摘一年一度的血泥节 家宾们和村民合作 带来了一场让人难忘的莲花晚会 前一秒还在捉鸡捕鱼打滚的小姐姐们 一旦站上舞台 就突然恢复了光芒四射的样子 在把混蛋姑娘游戏里 因为动作僵硬 以字马女王宋茜 被队友狂吐槽学的是甲舞蹈 可音乐一响 宋茜正确的打开方式就回来了 舞台上她是当人不让的dance key 眼神犀利 舞姿帅气 可以说是气场全开了 听说当天晚上的观众洗礼 还隐藏了一个实力吸吹 看完这段舞蹈之后 苗苗讲心直接冲着台上大喊送 吸取我 你问小编怎么看 小编觉得不行 因为看完本周五的节目 想嫁宋茜的人 估计要从永州排到掌杀 不过苗苗啊 你这么想嫁宋茜 你的官配陈妍妻知道吗 另外嘞 关芝林也在晚会上展现了隐藏己能 架子鼓 你们以为女神是在玩票吗 其实关芝林打架子鼓很多年了 最初是觉得好玩 认真学了几个月之后 官美女就慢慢的打上瘾了 还曾经在秀场上展示过自己的古迹 这回他再次登台 想看女神帅气打鼓的朋友 小板凳可以提前在电视机前面排好了 当然啦 两个承担了万千少女梦想的萌书 在这吵起迷洁的晚会上 也都搬出了十八版无意 光听他们节目的名字 就已经很让人期待了 作为娱乐圈名头最想的旧场王 主持生涯里遇到的突发状况 邦哈都能轻松应对 妙语连珠 比如前年我是歌手的决赛上 孙男突然退赛 邦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发表了长达五分钟的演说 一句话都没提希望孙男继续唱歌 但句句都在表达留下才能接大欢喜 当时就有万千网友给韩哥的机智点赞 说他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 而在联环晚会上 语言的魔术师 要变成真正的魔术大师了 从小时伸手的秒变指钞 穿越皮筋 到专业魔术师才赶上手的格红穿紧和大便火燃 韩哥在这场魔术大修理 用娴熟的技法和幽默的语言引导 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当然了另一队的队长 屋里波叔也没有在怕的 上一期节目里 吴秀波轻唱了一小段的歌曲 让在场的沈梦辰和宋茜 秒变迷昧 波叔演过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所以很多朋友都忘了 其实他出道时候的身份 是一个专业歌手 1996年 吴秀波就出过专辑爱之战 当时唱片的销量 甚至超过了摇滚教父崔剑 这次 无敌撩人的波叔又回来了 他家携手前 解陈妍希深情对唱 我把我唱歌拟听 陈妍希唱歌也厚厚听的 上一期节目里 他和唐一新吃油茶的时候 就情不自禁唱起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是 以前听他和陈小队唱情歌 经常被填翻 这次换了波叔 居然也自带粉红 陈妍希说 和波叔同台唱歌 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他俩的声音 一个低沉词性 一个柔软甜美 音色完美融合 搭配在一起非常好听 而且这两个人同时站在舞台上 画面本身就让人迷醉了 根本不用唱歌 小编就想疯狂打扣 那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 今晚20点20分 湖南卫视韩后919 我们来了第二季里 既能看到大家放飞自我捉鸡捕鱼 也能看到他们气场全开闪耀舞台 还有让韩大便火人 和吴秀波开仓唱情歌 哇哦 赶紧订好闹钟约起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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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